讀書、營養午餐免費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全部免費了 接下來我們可能全學費都會全免 發油跟沙拉油再不用設貧窮線 排隊來就發 這本來是好事啊 可是裡面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越來越模糊 以前是什麼原因會做這種什麼東西 怎麼做 這個過程是怎麼樣內化成青少年活動 可是到政治人物的手裡 通通可以把這些事情變成模糊 反正只要很多人參加 很多人鼓掌是你們喜歡的 他就變成一個好縣長 我自己一直想 最後到傅崑奇要把慶軒交給他自己的莊角的時候 我在那裡大概抗爭了八個多月 然後我的很多朋友都開始勸我說 委屈啦 村民啦 你委屈啦 可是我沒有看到花林有多大的其他的媒體 真的站在那個不管是公民或者文化的立場 或古蹟的立場去產生什麼辯論 反而是台北的公共電視啦 民視啦 節目一直要去拍 說在花林產生這樣的抗爭行為 那最後到我離開的時候呢 我其實心裡就有一個感觸 你以為你做了很多好事 如果一天你落水的時候 你叫大家都站起來 在你身旁跟你一起奮鬥 這件事情其實是不可靠的 大家會安慰你 可是現實有更多的問題在那個地方 後來我就開始想說 我如果在面對這樣的情況 那不是你做很多退步的速度 如果你做的速度快嗎 那個時候台北都還沒有這些風潮的時候 我就在想 原來我們公民社會是會進一步 也會退一步 也會進三步 也會退兩步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一想說 我怎麼樣讓我過去所犯的錯誤 能夠少一點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這樣好了 我開始把我的支持者變成一個團體 然後把我的被支持者 一起納入那個團體來看待 依照我那情況是 做青少女工人組織 讓這個人要去做好事 所以你不要等一下吃我便當 你便當要自己帶 你不要等一下帶飲料回家 這樣不道德 最好你帶來我們大家吃 吃完了還要送給別人 也就是說我們的公民團體 是向來不做內部服務 一件衣服都會讓我覺得 你很搞什麼 可以這樣 那我自己離開慶軒的時候 想想說 原來我們太忽略了 我們自己內部的聯絡跟聯結 而太注重去面對那個需求 以至於我們的 不管是工作人員或志工人 常常耗盡很多力氣 後來我就寫篇文章叫做說 好人要成幫 我覺得你一直氣 奇怪那個黑道怎麼選縣長 都會一直選上 然後他的錢怎麼會淹淹不絕 薪水全部捐出來 好厲害喔 比如說我們花蓮 花蓮西口那個大塊的那個地方 然後你們台北人很厲害 還要說要在我們那裡蓋一個那個土樓 然後這樣就可以幫花蓮增加很多觀光客 我想這神經病人家在蓋土樓 人家大陸的土樓是世界會換遺產的 我們花蓮 像來跟土樓沒什麼關係啊 土樓到現在沒有蓋 但那個地已經整好了 不只地已經整好了 那個地已經從原本的農地變成工業用地 再從工業用地變成建地 也是從一坪 大概只有五千塊錢 到現在已經變成一坪 好幾萬塊錢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邱富生已經捐給我們花蓮縣政府 一個五百萬 又一個五百萬 又一個五百萬 然後這邊我們花蓮縣政府 邱富生啊 台開的總經理 年代的董事長 就是說 你乍看就看不懂他在做什麼 你不曉得這裡面的是非是什麼 可是一年過去 兩年過去 三年過去 四年過去 終於就看懂了 他是這樣子在運作的 那我心裡想 我自己 如果在台北在做 我想做的這些事情 不管叫做社會運動 或叫做公民運動 我難道還有錢 你再用以前的方法來運作嗎 還是我會告訴你 大哥我們一起做公司 你願意參加 你如果願意參加的話 你的任務 就是要把這個消息告訴他 那他如果想參加參加 不參加不要參加 可是他一樣可以決定要參加不參加的時候 那時候參加就把消息傳給別人 所以我們的好運動 基本上 最開頭的那一件事情 前端是因為需求 要幫助農民 要幫助家長 但是我們的運作方法 從那個 大家想像不到的 就是說 你如果幫我 你把你的email給我好 就從這件事情開始 你要加入好人幫 或加入好運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把email給我 以便我可以把信怎樣寄給你 然後你看到這個信之後 你如果覺得好 你就做些事 比如說把這個信裝給別人 如果不好 你就不要動作 你如果覺得我很差 你就幫我從你的email信箱裡面怎樣刪除 那我們整個的傳播系統 就從以前 無所不用其極 甚至可以進入到政府裡面去 或進入到學校裡面去 做那個最底層的動員 的方法 轉換成 愛做不做你決定 你又不做代表我不好 可是如果大家能夠動起來 那可能是真的我們大家一群人 覺得他該做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基本上的傳播 就被Google限制住 我們一天大概發信 發五百封 你信就發不出去 他就告訴你說 你的corda已經滿 你被限制24小時 不能再發信 一天只能發個五百個 五百封 五百個啦 就是你用附件也好 你用記者也好 反正到五百封 他就告訴你 你被限制發 24小時以後才能發 那我們好的運動 就從這個狀況之下起家 那我們在台北的時候 我們開始放棄 所有的那種 本來那種 那種 志工的動員方法 或傳播理論用的事情 那我們反過來只說 就是這樣 經常把我們在做的事情 自己寫成 我們想寫給朋友的信 然後就發給你們 然後裡面永遠都用上這句話 這是來自榮敦的消息 盡請粘貼轉機 那如果沒有了就沒有 可能如果一直有 那個好的運動就會一直運作 那我自己一直告訴我們的同仁 說 別人一直教我們要印海報 別人一直教我們要上什麼廣告 我說我們以前都會啊 只是他們以為我們是花蓮的人 有我們什麼都不會 可是我在花蓮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說在台灣本來分離組織 我就非常地位 我們本來又非常地信 說那一套是可行的 可到我們在台北做這些 不管是把 我剛剛講說幫助我的人 結合成吃飯部隊 的這件事情 我們都不太 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一天一場 一天或者是一場 記者會都不想開 如果真的記者要來 我頂多把它說成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被逼著那個什麼 臨時孫子 他就問我說你們到底什麼時候啊 我說 喔 記者會不想 可是記者一直追啊 我說那我們在那個旺旺火車站 做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新竹貨運 那個大哥說 哇你現在來了這樣睡 那你身體受傷怎麼辦 所以他就幫我們做了兩個動作 要搬起你之前要先做兩個動作 各兩三分鐘這樣 我說那我們就勉強來做那個東西的發表會 就這樣 然後就大概十幾個義工 就在那個 旺旺火車站那邊去 這樣 那個就變成我們的記者會 另外一水空 因為這堂課是 跟這個比較有關 那你看他也印證在洪頌秋 也印證在這個學院上 所以這個傳播呢 居然有民主的精神 那誰是這個傳播的主體 或是誰是這個傳播的操作者 以前是這個製造 或者是採訪這個新聞的這個公司 或這個報社 現在不是 是那個受送絕地要不要繼續去做傳播 而每個人都有傳播的能力或力量 即使是小 小也五個啦 結果大哥幫我傳五個人出去的時候 五個裡面竟然有兩個洞了 兩個洞又傳了其他後面的四個人洞了 結果哇 他竟然有效 有效比我們以前去貼海報 強迫人家一定要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好像還來的有意義 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 不要錢 不要錢 而我們只是做件事情 把我們自己變成被評判的人 以前我們把自己當作被評判的人 由那個記者或採訪的編輯 或報社的總經理 往往都很愛出名 那新聞就不要登吧 我們發現更生事報的那個社長 他們就老喜歡搞這種 誰跟我關係好 或者是有找我去開幕 然後他的照片 然後我想 欸你很奇怪 我們出錢買你的報紙 結果報紙因為都是你的照片 我們發現更生事報就常幹這種事 然後呢 人家去參加看超過他的報社 他說永遠都把他登很大 他想欸 你的報紙是我們花錢 然後你的廣告我們也一併收 結果都登你的消息 我真想要發起那個抵制的活動 等於關於小地方 婚上喜信都要上面打廣告 那才知道誰家嫁女 誰家什麼事情 所以 知道嗎 真的台灣有這種媒體 高雄也有這樣 台中也有這樣 那種媒體的功能 事實上大家知道說 這個村子誰娶媳婦 還有誰死掉 那刊登附文 這樣聽懂嗎 不是所有的報紙都像聯合報 或者是中國時報長這個樣子 有一種報紙是純粹 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消息 消息 什麼人 翁生氣 啊 這個這個人沒去 趕快去這樣 那那個地方的性格的媒體 也是這樣子很強 那我自己 我們這辦公室 在台北的時候 我們不想再這樣做 我想 我不想再說 哦 謝謝你們幫我 然後我做的活動也很 對得起你 所以我們一起在改變花園 我不想再這樣做 我想很堅持的說 我就打算這樣做 你們要幫忙來 不要來幫忙 拉倒 自己的公民性格更強 也希望能夠找到的朋友 有這種的純度 或者是自信 也變得更強這樣 那所以 包括我們其實在做 臨時孫子的這個 活動或運動之前 我們就已經常常在街上賣菜 或者是說 各種別人認為的好事 我們就在做 那所以才有人說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人家說我們在賣菜啊 我們在做什麼東西啊 他說你們那些人在做好事 那他們就幫我們辦公室說 那你們呢 就是好人好事 後來我們才因為這樣 別人就叫我們 被叫成好人幫 或者被叫成好人運動 然後我們一直跟人家講說 那不是我們的專利啊 比我現在薑就不會出錢 前年薑太多崩盤 賣不掉 那我賣薑 大哥幫我買薑 然後那個大哥就說 幫你沒有問題啊 你拿一百塊 他說我不是要你贊助我 我們現在運動很清楚 叫做吃飯部隊 你的任務就是要把那個崩盤的菜 把它吃掉 所以你給我一百塊 我就給你一百塊錢的薑 那現在薑很貴 現在薑一斤大概六十塊 七十塊到九十塊 所以大概如果現在拿一百塊 就是一斤多一塊 你就要偷笑 那現在薑很貴 崩盤的時候 大概三斤賣一百塊 我們還要賺錢 如果大哥拿一百塊 那我給你三斤薑可以帶 那個人說 那薑三斤怎麼吃得完 我的任務就是把薑賣掉 你的任務你自己決定 然後這個人買了三斤薑 他馬上想說 那薑怎麼樣放不會壞 女生跟他講 要像照顧男朋友一樣 常常用 不要把它關在冰箱裡 大家就笑得一塌糊塗這樣 其實跟他講 薑那麼多還不簡單 你就去敲隔壁薑的門 再去敲隔壁薑的門 然後就把薑分掉 下次薑很貴的時候 你再去敲那個薑 我給你接一點薑太炮還是摸 你很便宜 就跟人家分享 對啊 因為他們就聽懂這樣 那那個時候 就做很多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心裡面就 就一直有這種概念 就說 從第一封信出去 執驗 就常常問我這個事情 他說 龍中為什麼你強調是一個 素樸的好運動 怎麼樣叫做素樸 然後一年多少歲 一次有一個 弗洛斯的青年團練 他就以為我們很會宣傳 就請我去幫他們上課說 這種公關跟宣傳怎麼做這樣 然後我那場演唱其實是 完全就是在講那個素樸的 好運動的意思 就是說我已經讓我自己 回到此事 我如果可以做的事情 盡可能是他可以做 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還做 如果是要很專業的人 才能做的事 我都不想做 好 那他們先是聽不懂這個話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哪裡要募款 募款照後去開 去社會 還是空照後去印一個海報 這種事情就不做了 那如果是大哥這樣子 都沒有上過傳播理論的人 都可以做的事 都是一件好事 我們有沒有辦法讓它擴大 我可以被淨信 所以我那個時候 不管是寫的方法拍照 我們都不講究 我就回到最速度的 字句也許也不通唱 你做的事情你自己寫 我就不會寫 沒關係你就寫 那個臨時孫子的 那個月台故事也是這樣 裡面都不是什麼高手 或者是說 作家 像我們現在很喜歡說 拍個微電影 或個小的短片 然後去做很高明的宣傳 果然那個東西 點閱率很高